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琳姐 之前玛琳姐在消失65年的飞机影片里面有提到 我们的世界有一种神秘的漩涡 当它开启的时候 如果刚好有物体经过 很有可能就会被吸入漩涡当中 有的时候甚至会经由这些漩涡穿越时空 原厂的作者大卫维尔科克认为 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的失踪案件 都与这些漩涡有关 而近几年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 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有些人甚至推算出了漩涡地点 以及漩涡开启的时间 重点是 有人把这个漩涡点与空难事件进行比对后 竟然发现了很多的空难事件 就发生在这个漩涡上 除了空难事件以外 我们时常看到的未来人 时间旅行者 以及在不可能的岩层中发现的超时代科技产物 这些很有可能都是进入漩涡后产生的结果 同时 大卫维尔科克还认为 有很多的外星文明 就是利用这个漩涡来进行星际旅行的 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地球上12个神秘的漩涡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 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伊凡桑德森就注意到了这个世界上某些地方的磁场格外的不一样 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人最熟悉的百慕达三角 震惊之余他立刻着手调查 时间来到1970年代 当时美国一个知名电视节目 注意到了桑德森对百慕达事件的调查 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特别节目 节目里面除了邀请桑德森以外 还特别邀请了一位当红明星 亚瑟·哥佛雷 他同时也是一名专业的飞行员 在节目录影之前 亚瑟·哥佛雷就对桑德森的论点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百慕达三角就是一个在平常不过的海域 直到桑德森语出惊人的表示 在他的调查报告中 百慕达只是地球上12个神秘地点中的其中之一而已 桑德森拿出早已画好的几何图形 并说到图中的线条交叉点 是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统计了全球所有的神秘事件最后通行的位置 才完成了这幅图 他称之为邪恶漩涡 而当他绘制完这份地图后 他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些点竟然还很规律的排列着 首先南北两极各占一个点 其余十个点 五个在北半球 另外五个在南半球 而北半球上的每个点 到下一个点的精度都刚好相差了72度 南半球的五个点 则刚好都比北半球的点在往东20度 桑德森的话才刚说完 原本不信邪的亚瑟·哥佛雷 脸色一变惊恐的说 他认得桑德森的图 有一次他在日本南方魔鬼海上空飞行时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通讯仪器以及导航系统 竟然同时失灵了 而且还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而日本南方的魔鬼海域 就在这个图上 1973年 还有人根据桑德森的邪恶漩涡 发现了世界上有很多的远古遗迹 竟然也依照这个邪恶漩涡的方式 分布于全球 难不成这些远古文明 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科技技术 并非偶然吗 1973年 一篇名为地球是颗大晶体的论文 发表在俄罗斯的知名期刊上 这篇论文是由三名苏联的各个领域专家 共同发表的 他们在经过两年的时间研究后发现 如果把桑德森提出的12个漩涡点 在三维的空间里面连起来后 就会创造一个20面体 这是一个非常接近地球的结合物体 每一个面都是一个完整的正三角形 他们认为这个晶体是存在于地球内部的 神秘力量真正形体 他们称之为宇宙能量母体 团队中一名历史学家 刚查拉夫 在比对从古至今发现的历史遗迹后 发现总共有3300多个古迹 就坐落在这个二十面体的顶点上 而且这些远古文明 大多含有许多的未解之谜 例如埃及最有名的古福金字塔 英国的巨石镇 复活街道的石像 秘鲁的马丘比丘等 所有你可以想象到的知名遗迹 都可以在这个顶点上面找到 刚查拉夫认为 建造的人事前已经知道这里的能量非同一般 他们将这些巨石建造在此 有的是为了汇聚能量 让能量集中到一个点 好更妥善地运用它们 有的则是作为标记 目的是为了提醒后面来到地球的人 此地具有特殊的磁场 恰巧后来的科学家们也都在不同的时期 以最新的科技技术 确认这几个地方总会散发奇怪的能量 除了这些远古文明外 原厂的作者还提到了几则不寻常的空难事件 1978年7月20号 大航航空902号航班顺利起飞 该航班的机长金仓机是韩国空军出身 他曾参加过朝鲜战争 飞行经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而此次的飞行路径 金仓机也已经飞了4年 对这条路线也算是熟悉 原定计划902号航班 将由法国巴黎机场飞往韩国首尔 可是没有想到就在飞到冰岛的上空后 飞机竟然140度的大幅度转向 朝着苏联的领空飞去 没过多久 苏联国土防空军的警报响起 他们发现有一架未知身份的大型飞机 正朝着自己的领空飞来 苏联地面防空雷达立刻进入了警备状态 并派出苏-15截击机升空拦截目标 苏-15升空后不久就发现了目标 并认为眼前这架波音707客机 是美国改装的电子侦察机 苏-15打开自己的降落指示灯 正式的命令902号航班降落 但奇怪的是 902号航班并未做出任何的反应 仿佛没有看到身旁的苏-15截击机一样 眼看飞机就要抵达苏联的上空 苏-15接到了指示 向902号航班发射了两枚R-60空对空飞弹 其中一颗击中了902号的左机翼 被击中的902号航班 最后紧急迫降在苏联的科皮亚维湖冰层上 此次事件总共造成了两名902号航班上的乘客身亡 其余107名乘客最后都随着飞机平安降落 但事发后调查人员却发现了几个疑点 首先一位飞行经验如此丰富的机长 为什么会忽然转向140度 关于这点就连机长自己也给不出合理的答案 后来调查报告草草的写上会如此偏离航道 是因为飞机上没有配备惯性导航系统 但关于这一点 机上一名日籍乘客去出面反驳 他说当他们成功迫降之后 机长曾经进行了一次广播 称此次的事件是因为他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并说到他们很有可能已经在错误的航线上 飞行了4个小时的时间 而在调查期间里 机长也表示他当时根本没有看到苏15班机 大威威尔科科认为 这起事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902号航班 在对的时间点接近了邪恶漩涡的网格结构中 因此当时的航班很有可能是飞行在 两个不同的时空交界处 除了此次的事件以外 1983年9月1号 大航航空007号班机也发生了偏离航线的事情 只是这次007号航班 不幸当场被苏联空军击落了 机上269人全数罹难 而这架飞机上则是确定配有惯性导航系统 惯性导航系统是一种由地面无线电信标台 专门为飞机提供的导航服务 一般来说飞机会跟随着信标台的导航前往目的地 而就算飞机偏离了航线 即使也应该会收到管制中心的警告 但007号飞机却一路畅行无阻的偏航 直到5个小时后被击落 今天依然没有人可以确定为何007号航班会偏航 不过有两名俄罗斯的科学家威廉贝克及贝斯哈根斯 发现902号航班以及007号航班发生事情的时机点 竟然一个是耶稣的受难日 另一个是印度神明皮斯奴的祭典日 所以有人认为古人会依据地球的能量 来选定重要节日的日期 1998年德国科学家格拉奇亚冯萨 及弗朗兹布鲁道夫两个人发现 有4架飞机竟然在同一个区域 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 重点是他们彼此之间还刚刚好地间隔了388天 1996年7月17号 环球航空800号飞机从纽约机场起飞 此次航班预计前往意大利罗马 但航班却在升空后的12分钟 在纽约长岛外海上空爆炸解体 飞机上的乘客包含机组人员在内等的 230人全数罹难 由于事件发生的当下 有很多名目击者声称 在飞机爆炸之前 看到了一个明亮的物体撞上了飞机 所以FBI及CIA立刻介入调查 但经过多年的调查 在最终报告里面却排除了恐怖攻击 那如果不是恐怖攻击 那个明亮的飞行物体又是什么呢 隔年1997年8月9号 在环球航空坠毁的第88天后 瑞士航空127号航班 也在飞到与环球航空800号飞机相同地点时 机长忽然看到飞机的前方出现了不明的物体 幸好这次机长反应及时 这才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灾难 1998年9月2号 瑞航111号航班 在飞到长岛上空时 因为不明的原因 飞机机舱出现了浓烟 飞机最后来不及迫降 失速坠毁在大西洋上 更离谱的是 5天之后巴尔干航空188号 竟然也传出在机舱升空后 机上的厨房出现了浓烟 短短的5天 长岛附近海域接连传出机上冒出浓烟的飞岸事件 使得格拉奇亚冯萨及弗朗兹布鲁道夫 认为这几件事情并不单纯 然后他们发现瑞航与环球航空的空难事件 竟然又相隔了388天 而瑞航111号及瑞航127号的空难事件 则是相差了389天 非常接近刚刚一直不断提到的388天 重点是有证据显示这些不断出现的388 竟然也出现在了玛雅人的立法当中 冯萨他们将这些数据与玛雅的立法结合后 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他们认为地球的内部存在某种几何能量 这些能量经过排列之后 可以完美的与玛雅立法吻合 当年玛雅人很有可能就是利用这种地球特殊能源 完成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壮举 甚至有一部分的玛雅人 在几何能量累积到最大时 开启了时空之门 回去他们原来的星球 最重要的是根据冯萨他们的研究 目前地球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许多漩涡不断的开启 这才发生了这么多非比寻常的事情 例如很多人不断看到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 或者是生物 这个部分玛雅姐会尽快再跟大家聊聊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最重要的是 记得开启玛雅姐频道的小铃铛 以及到这五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大家拜拜